食品大厂纷纷跳出来自清 卷入黑心油风暴的鼎心集团 则是以受害者之资频频喊冤 先发表致员工公开信 指媒体报道失真 旗下的卫权公司昨天又再次大报 登广告澄清 无黑心无混油 不过对于鼎心的做法和说辞 包含行政院长、卫福部长 还有朝野立委都表示不能接受 在中国食品业发展了21年之后 鼎心集团回台 却在混油事件当中 失去了台湾民众对于卫权 这个老字号食品大厂的信心 怎么看鼎心卫家应对这波食安危机的处理 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您好 有媒体形容爆发食安问题的鼎心卫家 是拿去中国发展21年的经验回台复制 请教老师你怎么看游走两岸 日前登报喊冤春无黑心的顶心企业 是顶心企业其实就是卫权集团 那他们其实应该是老牌的这种质号 那最近这个爆发食安的问题 那他也被这个扫到了 那不管是如何 那他们一直都想 他们是一个良心的这种事业 而且是讲道德的 因为他的这个祖先 他的先人 那就是讲道德起家的 那关于他的先人 或者他的父亲 然后来这个经营 说不定那是老牌的 那以前在台湾 那的确都是用卫权的这个东西 所以对卫权其实是非常的相信的 那我也相信 那过去他们是非常的诚实了 可是卫权好像到这个经营 这个某一段时期不是那么好 那卫权也曾经经营职棒 其实也经营得蛮不错 可是他得到这个 这个在非常这个兴盛的时候 他就把他这个断掉了 那也是证明说他们的经营出问题 然后就到中国去了 到中国去 然后呢这个用康师傅 然后呢这个又发机了 然后又回来 原来易景还乡回到这个台湾 应该是要照顾他的乡理财 对了 不过我们就看到 他是花了大钱 那把他的这样种这个故乡 然后把它装饰很好 这个是为了他们自己 但是呢 他这个工厂好像有发出恶挫 所以对这个环境是造成一些污染 那可以要证明说 现在这个第二代 然后跟这个第一代 好像经营的方式是不同 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而且这一次这个实案问题呢 其实大家已经讨论的 非常的多了 那至少他们是知情不报 或者说呢 知道了以后 那应该是要好好地去承认说 他是怎么样子 然后呢 很诚心地道歉 可是他不是这样做 而是呢 这个用这个刊登报纸 或是用其他的这种方式 然后再辨白 说他是做得好 但是我们看到他也在登广告 说他在中国跟在香港 然后跟这个台湾 这个产品是不一样 所以他的一些动作 让我们觉得是 真的是这个不是那么样的诚实 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到中国去 然后学了中国那一边 因为他们这个欺骗 那欺骗形成自然 黑心产品 然后在那边受到污染了 回到这里来 他也认为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也相信 他们这样做 他不觉得 那是不道德的 或者说他觉得 他还是在讲信用 可是不知不觉 或者说已经在中国被污染了 这个不好的东西 带回台湾了 那其实我是蛮同行他们的 那希望大家 这个他们能够 真的是好好去做 好好改过